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知乎上有人问 幸福的家庭是什么样的 最高赞回答是 幸福的家庭都是不争对错 很多人喜欢把家庭矛盾归咎于三观不合 可是哪有那么多的三观相合 更多时候只是不分对错 辛普三一家里有一句话说得好 亲爱的 如果你太好胜 永远都不会快乐的 马东主持节目时曾提及他的母亲 他说 76岁的老母亲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关灯 屋里灯亮着 只要没人在 他就第一时间关灯 马东一开始还告诉母亲 一开一关会影响灯的使用寿命 一直亮着也飞不了多少电 但在发现母亲每次说好 紧接着又关上之后 马东再也不和母亲计较这样的小事 马东说 节约用电已经成为母亲的思维定势 就算你告诉他不用随时关灯的道理 他也改变不了自己过去积累一下的行为 想想我们的父母亲不也正和马东母亲一样 你可能一遍一遍地告诉他们 隔夜的剩菜不要再吃 可他们应生之后 接着把剩菜放入冰箱 你可能一遍一遍地和他们强调 不要再给孩子买零食 可他们答应之后 转身会带孙子去超市 但很多人没有像马东那样 做到不和父母争对错 而是惯意三观不合 嫌弃他们墨守成规 甚至为了自认为正确的小事 和父母争得面红耳赤 伤害了父母的同时 更是让彼此有了隔阂 夏天的时候 同事刘姨和我抱怨过她的父亲 她说母亲去世的早 农村夏天热 好不容易让父亲来城里避暑 结果闲不住的父亲 第二天天不亮就去广场 捡矿泉水平 她告诉父亲 她的做法会让别人说 儿子不孝顺 父亲说自己习惯了劳动 也过不来城市老年人的那些娱乐活动 儿子说父亲不懂得享福 父亲说儿子看不起自己 最后的结果是老人摔门而出 回了老家 这样的小事儿谁对谁错 根本不容争辩 子女应该明白的 天下没有不适的父母 即使他们的一些行为 在你的眼里是不合时宜的 是有失体面的 但想想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 想想他们固有的生活习惯 这些小事儿就不再是事儿 礼记中说道 孝子之羊首先是乐其心 就是让父母心情快乐 只要父母开心 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儿 就顺着他们好了 包容和解父母 不和父母争对错 就是最好的孝顺 杨将在我们仨里 说过这样的小事儿 我和钟叔在出国的轮船上 曾吵过一架 原因只为一个法文的读音 我说她的口音但相依 她不服 说了许多伤感情的话 我也尽力伤她 然后我请同传一位 能说英语的法国人公断 她说我对她错 我虽然赢了 却觉得无趣 很不开心 夫妻相处总会有分歧 一定要争个对错 殊不知赢了结果 却输了感情 自己也落个不愉快 遗憾的是很多人 不懂得这个道理 对一些小事上纲上线 你想去学瑜伽班 她非说买个垫子回家练 你要去外面吃饭 她非说外面都是滴沟油 你说大海很漂亮 她非说大海淹死过很多人 这样的事情谁对谁错 其实都没有错 不过是看法不同 小事而已 和伴侣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 争论不休 不欢而散之后 总有人问起 好的婚姻到底是什么样的 有人可能会回答是三观相合 好的婚姻三观固然重要 但比三观相合更重要的是不争对错 刘涛和王柯的爱情故事 为很多人称道 刘涛在一次采访中 说到彼此的相处之道 就是不争对错 有时候争论是不会有结果的 但争论的过程 会让大家觉得累 心里不舒服 我觉得任何的计较都是伤害 生活中没有三观 完全相同的两个人 家人之间 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同 比三观更重要的是 你理解我 我理解你 遇到问题 不剑拔弩张 不追求谁对谁错 网上有一个小故事 一对老夫妻吵架 丈夫总让着妻子 妻子问 明明知道我错了 为什么还让着我 丈夫说 因为我怕吵赢了 输了感情 丢了你 我就输了人生的全部 婚姻里 哪有那么多的三观相合 不过是你在争吵 她在笑 好妈妈不吼叫 教育男孩中 有一个细节 让我印象深刻 有一个女孩 在和妈妈散步的路上 看见被人丢弃 长着绿毛的红萝卜 喊道 妈妈 快看 胡萝卜戴绿帽子了 女孩的话 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妈妈觉得特别不好意思 凶巴巴地对女孩说 什么绿帽子 下次不允许这么说了 女孩一脸迷惑 不知道妈妈 为什么变脸 吓得她 再也不敢说话 把长毛的胡萝卜 看成胡萝卜 戴绿帽子 多么奇思妙想的创意 却遭妈妈一顿屁 其实孩子只是将 自己熟知的东西 联系在一起 并没有好坏 对错之分 但大人总是 以成人的思维 去评判孩子的说法 是错误的 不仅会折断孩子 发挥想象的翅膀 更会阻断孩子 表达自己的欲望 知乎上 有一位叫 极乐的网友 讲了一个故事 一个三年级的小女生 说自己怕鬼 吓得晚上都不敢睡觉 妈妈再三和她强调 世界上不可能有鬼 让她别瞎想了 孩子只好向爸爸倾诉 于是爸爸问她 鬼长什么样 孩子回答 是黑色的 一回头 她就不见了 爸爸陪孩子聊了很多 才得知 孩子在路上 经常看到鬼 接下来 每天放学 爸爸都悄悄跟着孩子 想看看孩子眼里的鬼 到底什么样 结果发现 有一个中年男子 尾随自己家孩子 爸爸立马抱了紧 妈妈得知后 后悔不已 清醒爸爸听了孩子的胡话 让孩子安然无恙 很多时候 家长总是强调 我是大人 小孩子你就得听我 我知道的比你多 我当然是对的 却不知 孩子的世界 和成人世界不同 孩子的世界 充满想象力 大人的认知 不一定适合孩子的统真 哪里有绝对的是非对错 孩子只不过在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而已 雪化了是什么 比起标准答案 雪化了是水 孩子回答 雪化了是春天 难道有错吗 家事无对错 只有和不和 家是藏碍的地方 不是说理的地方 动得退出家庭的战场 绝不是逃兵 而是智者 好了 今晚的文章分享 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的守候与聆听 我是映游 让我们下个夜晚 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